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在十九大之前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给我们一些线索 但是还是了解不了真相 现在十九大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很多的线索才慢慢的浮显出来 一个就是张扬自杀 签出了房峰辉 由此大家都看出了张扬和房峰辉有可能在十九大之前参与了一个军事的政变 这个是目前来看是显然的 还有一个线索呢 最近这个英文的南华早报又报道 王岐山有可能做国家副主席 这是一个线索 所以这两个线索呢 我们今天可以分析一下 通过这个分析我们看到的是目前中共的上层呢 还是争斗激烈 因为它完全是个专制的政治 人制的政治 黑箱作业 不像美国 什么都是公开的透明的 然后最高的位置也是大家竞选 选举出来 媒体也可以充分的报道 所有的高层的 他们的隐私 他们之间的斗争 都可以报道 国会也可以报道 我们看第一个线索啊 就是张扬自杀引发的房峰会的走向 有关张扬自杀 国防部呢 开了两次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呢 人们就问这个 记者问房峰会的下落 房峰会的下落的话 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就没有否认 但就说不了解 一般如果他没有出事的话 那就肯定就说 断然否认了 还有一个微信的 一个叫政治圈的 就是中共他们搞的 透露一些国家机密的一些政治圈的一些 一个微信圈 不是太正式 但是说往往有一些重要的小道消息 这个有关张扬自杀的里面特别强调了张扬和房峰会是老大大 在广州郡区的时候是老大大 一个是总参谷长 一个是总这个总政 所以知道这个是非常这个有意思 而且到这个中央的时候两个人也是老大大 所以这种老大大的话呢 是这样让人联想的许才厚和郭伟雄就是老大大 两个人出事呢 就可能是同时出事的 那黄峰辉这个人呢 到底呢 现在在什么地方 目前来看肯定被抓起来 他有可能 是不是也会被自杀 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一个是张扬呢 本身就 出于一种被自杀 新闻联播报道的时候 前面还漏嘴了 说了一个进中央批准 照样怎么怎么自杀了 当然这个他是漏嘴的话 但是像我们知道 在一个严厉监管下的一个高级将领 突然自杀 这里面非常的蹊跷 这个背后呢 有军机委的作用 能指挥动军机委的 目前只有两个人 一个呢 就是中纪委 以前的中纪委的书记 就是王岐山 还有这个 就是习近平 那现任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呢 我想呢 他不会 他也没有这个胆量 让这个张扬避自杀 他现在还 刚上台 他不敢有大的一个动作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张扬被自杀里面呢 暗藏了很大的一个玄机啊 就是说 他做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这个重大的事情呢 以至于 他非死不可 这个重大的事情 还不是一个贪污腐败的问题 而是就是 王岐山一再强调的政治腐败 不是亲戚腐败的问题 政治腐败是什么 王岐山在他的常文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 非组织活动 拉山头 搞帮 搞活 团团伙伙 然后劝党夺权 所以就是说 从这点来看呢 就是张扬和黄丰辉呢 他们有可能 进行劝党夺权的一些活动 我们从时间上 也可以看到一些 19大之前的猪丝马迹 关于防风辉 防风辉呢 是在2017年4月份 他是陪着习近平到美国来进行川习会 那个时候他如日中天呢 全请天下 起码在这个军队里面 习近平对他也非常信任 然后19大马上来临呢 在7月14号 松正才落马 这个时候就局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松正才一落马 所有团派的 胡锦涛温家炮 指定的那些 集成人呢 都是浑身哆嗦了 都呢 感觉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然后警戒着呢 就是7月26号 京西宾馆会议 这个会议呢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对外界呢 什么消息都没有透露 只有这个台湾的上报 有一个报道 说这个里面透露了四个 不惜代价 就是不惜代价 保护处在风口浪见证的老同志们 不惜代价来抵御 海外对这个19大的破坏 实际上这个是为 黄岐山背书的 但到底有没有说 四个不惜代价 那是成问题的 但这个京西宾馆的会议呢 是非常的重要 那些军人呢 李源潮啊 政治局朝委们都参加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 7月30号 习近平就到朱日和训练基地 去参加这个军事演习 对八一的这个大演习 当时参加的 主要是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和这个陆军司令呢 韩伟国 没有出现防风辉啊 和张扬的名字 非常奇怪 然后呢 8月1号 习近平又再一次的强调了 军队要服从党的绝对的领导 然后训练完之后 他就去了北戴河 就是北戴河会议呢 是就像现在看来 是从8月2号到15号之间 在北戴河召开的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呢 他们就进行最重要的人事的安排 所以中国的大事呢 不是在这些真正的重要的人民授权的会议上开始的 而是他们暗箱操作私底下搞的 不像美国 那我们决定这个 总总统 那我们人民投票选举 总统然后决定各个部的部长 那我们进行广泛的政绩一件 一个不行两个 然后媒体发现他有错误 国会发现他的错误 那可以把它马上给删掉 他可以到国会来进行听证 首先是总统提名 然后国会对他进行制雄 制雄完了之后才能就任 非常公开 但是在中国呢 这些重要人事的任免 都在这个暗箱操作之中 所以北戴河会议 就8月2号到15号之间的北戴河会议呢 就把19大的人选基本上定下来了 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北戴河会议呢 有关军委方面的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安排 就是张扬 房峰辉他们要下 要下台 下台的理由可能是 他们的年龄的问题呀 或者是我们要信任要进来呀 但绝对不会是贪污腐败 也不会是你们搞什么名探 所以呢 这个会议上也把这个王岐山的命用 也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造成很大的丑闻 如果王岐山继续连任的话 那有损党的这个形象 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决定了 王岐山不再连任 他接见完之后 他再也没有了过面 然后过了大概四五天 8月26号 一个新的 解放军总参谋长 李作成 去访问 哈萨克斯坦 访问就是中亚的一个国家 所以从那个8月21到26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房峰会下台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 有关中国的媒体 有关张员的报道呢 是在8月28号 他接受组织的调查 实际上我们看到是更早 就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软禁处理 先把他们软禁在家里 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那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呢 实际上你们下台就下台 比方说这个刘元以前是这个 总后勤部的 那很高的级别上将 他在这个 军队的反弹过程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信平呢 对这个太子党本身就忌讳 就不用他 那不用他的话 也没必要抓他 就把他安置在全国人大 财经委员会 做个副主任 那张扬和房峰会 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待遇 但为什么 又把他们抓起来 又为什么把张扬并自杀呢 唯一的一个推论呢 就是他们呢 搞了政治腐败 他们呢 妄图呢 进行反扑 因为他们在北戴河会议上 知道了自己的命用 要下台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政治上 下台呢 就意味着你进秦城啊 甚至就意味着你死啊 这个意味着 从周永康的例子上 还有很多退休的 一下台被抓起来 大人呢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情况 所以变成 中国呢 他的这种斗争呢 已经变成一种生死斗争 一旦出问题 那就是你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他们必须要进行 殊死的搏斗 所以张扬防峰会的一方面 他们现在早就有准备 比方说这个 中国和印度的战争 上迟了这个三个月 他们的目的是给 习近平王岐山给他们压力 然后也看到他们的重要性嘛 另外就是这个退伍老兵呢 进行这个上访 尤其到中纪委去抗议啊 实际上背后都有张扬 防峰会的演技啊 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后来披露出来 就是那些退伍军人上访的时候 都是军区的这个大班 去拉着他们 所以这些呢 他们就是来一众 样张自己的权力 来跟习王叫板 这个当然是习王不高兴的 虽然在这个北爱河会议之后 王岐山是要下 这个已经决定了 但是呢 他的权力还在 所以当时呢 习王联手就把这个防峰会 张扬 就给拿下 尤其他们以这个政治腐败的名义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王岐山呢 可能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目前在中国内部最狠毒的 最狡诈的就是王岐山 所以我们再谈这个王岐山的问题 南华早报这个英文报道呢 他就提到就是 这个十一大之后 王岐山还参加了政治局常委的会议 但是这个大家没法查证啊 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还说这个王岐山呢 在十月份 还在清华大学 建了这个 苹果的总裁 还建了这个 美国钱财财政部长 然后呢 又建了这个奔农啊 就讲了这个一大堆 用这些来支撑 就是他有可能 像以前的这个王震 还有这个荣义人一样 他要作为一个 退休的一个政治老人 这教会的话叫长老啊 我看那个英文写的是Ader 作为一个咨询者 顾问虽然没有投票权 这样一个角色 实际上这个 一个方面呢 反映了就是王岐山 他特别担心自己的密用 他要进行一些反出 因为在目前的中共的这个政坛上 你如果下台了 你如果任何官职都没有了 那就意味着你马上就要进清城 所以他一定要保留个一官办职 但是这是求平安的 自保的措施 他一定要某一个官职 才能做好自保 如果他不磨的这个罐子呢 那他很快就会抓起来 所以他这个文章呢 南华早报很有背景的 比马人受够了 而且呢 南华早报都发出一些 跟习近平啊 习家军不太和谐的一些声音 像前段时间 林战书的女爱女婿的腐败问题 就是南华早报给解释出来 后来那个编辑也给撤职了 但是既然他完成了使命了 南华早报实际啊 也在给王家军呢 不断地放一些声音 那我的判断呢 那这个王岐生做国家副主席呢 门都没有 因为习近平的这个个性呢 他是容不得任何人超过他的 功高震主 尤其对太子党 他是最烦的 刘元刘亚洲 军队的很多的一些 红二代全都给铲除 那王岐生呢 虽然你这个功不可没 但是呢 你既然已经被退下来了 你在一个副主席的位置的话 那你是不是又要来搞阴谋 搞政变呢 因为王岐生这种心疼手了呢 最了解他的可能就是习近平了 所以这个副主席的这样一个信号呢 实际上就是他们王岐生这一派的一个事态 然后呢 也表明了他谋求自保的一种心态 那如果他真的当了这个国家副主席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当了副主席之后 这个权力啊 这个斗争啊 才会更加的激烈 有可能摧毁这个体制 而且呢 他当了副主席之后 这个郭文贵呢 处境呢 也会好一些 因为郭文贵天天 就是抱着王岐生的料 然后拿着这个王岐生来打这个 这些这个习近平 把这个体制的这个黑幕给监视出来 不是现在王岐生如果打了十八层地狱之后呢 那这个 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 然后你们说 他不反习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王岐生他留任也好 不留任也好 国家副主席 实际上都呢 我觉得都是有利的 就是他如果留任那这个体制摧毁的更快 完蛋的更快 他不留任那就让王岐生 那他造了人民彻底的一个清算 而且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就把它清算的会非常的彻底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在十九大之前发生的这些系列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曝光 但是曝光的一部分呢可以看出就是 习王呢 在十九大之前确实系统性的对这个团派对胡锦涛的这个派别啊 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从孙政才开始 然后是这个张阳 房峰辉 他们都属于这个胡锦涛这个派别的 然后对他们的所谓的一些政治腐败人士进行了称处 这个政治腐败这个词就是王岐生创造的 所以他一些更详细的一些细节呢 我们若干净之后才能明白 所以他这个王岐生呢 虽然他也是为这个习近平铲除政治腐败 类向了汉满功劳 但是在习近平的眼里 他同样也是搞政治腐败的人 他同样逃不脱 被下台 被进秦城的欧佑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评论就到这里 再见